三传分别是 杨高所写的《公羊传》 左邱明所写的《左传》 和古梁赤所写的《古梁传》 它们都是解释春秋的书 春秋是一部关于鲁国历史的书 内容非常的精彩 但它的文字既是简洁 加上年代久远 必须要详细阅读三传 才能研读明白 尔雅是一部辨别古今文学差别 解释文字意义 定义事物名字的书籍 读经书之前 我们应当先读尔雅 才能读懂各种经书 我国第一部词典 我国第一部词典就是尔雅